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为警察的男主终于确定了女主小美的身份 男主已经追踪这起儿童失踪案很多年了 这次终于有了线索 立即找到了女主角他妈 恰巧碰到小飞过来刺杀女主小美的妈妈 因为M夫人不想让小美和他妈见面 男主很轻松地被小飞干到了 眼看就要死了 小美踏破窗户而来使出了一剂暴雨梨花针 利用碎玻璃一下子射爆了小飞 并拜托男主送妈妈去医院 接着M夫人告诉小美 再给自己干最后一票就放她自由 小美同意呢 日本的黑社会老大山本找到了M夫人 拜托她除掉方会里的一个人 其实这个山本就是白发男的兄弟 找M夫人帮忙就是想弄死M夫人的特工团队 小美毫不知情地就和小雅来到了敌人的包围圈 大屏幕上播放的都是M夫人被人干掉的画面 接着射出了一支淫荡的毒标 小美为了掩护小雅自己中标 逃跑途中小雅又被抓了回去 小美一人逃脱 小美中了毒后浴火焚身 马上打电话找男主帮忙 男主本想证人君子一回 但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 解毒后的小美打算救回小雅 就孤身一人潜入了山本的基地 结果看到了奄奄奄奄奄的小雅 在自己眼前被残忍地杀害了 小美一瞬间啊 悲愤交加 战斗力爆表 与山本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两人不分上下 各自使出自己的绝章 小美还来到了山本的头上 羞辱她一番 山本也不甘示弱地扔飞了小美 并痛打了小美 小美的眼睛看不见了 但是最后 小美的致命一击 还是让山本彻底倒下 世界就和平了 男主女主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听说点击关注的朋友都已经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